新竹市政府年初太弱刘强的政策 市民有正反两极不同的想法 新竹市议员许新芳在这个一起当中 持续关心约聘雇人员的任用 他认为既然已经淘汰了60多位约聘雇人员 何以需要再回聘30多位 只指市政府将的动作自相矛盾让人不解 除此之外 他也相当关心客运转运站的进度跟学校的教育 尤其说到了新竹国小校舍 因为受到台风侵袭变得残破不甘 跟南区没有完全中学 他更是气愤 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重视 原先这早期约聘雇的 是预算以后是各级处 他们去聘用的 但实际上他的原先就有那63个 到的时候我们就 我们林市长三个的时候 就三减63个人了 为什么倒回去转个又征选了33个进来 理由总是要叫人事跟我们说明清楚 这个新竹国小 这次台风玩的时候 把一些的百年的这些礼堂 已经跨下来了 因为他已经可能铁架的问题 屋顶是铁架的 跨下了到现在 莫名其妙也没有去关心 他刚刚那个教育处的处长 只有气了一趟 你这个东西 所以实际的关心 他该怎么帮助学校 让这个礼堂呢 尽快提早来使用才可以啊 你不能说你气了一趟就摆在那里 就有去关心一下而已 不行嘛 前议长郑成光出身香山区 今天直询以警察局长宿舍开场 他希望已经列为市定古迹的宿舍 能够朝着博物馆的方向来规划 不要只是想到商业行为 如此才能真正为市民留下 珍贵的文化资产 另外出身香山区的郑成光议员 也没忘了为香山发声 希望市府团队别再漠视香山 好好的规划整体发展 警察宿舍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现在我们市政府 要把它偏为一个设定的古迹 那确实我们这个警察宿舍 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壮观 新竹市已经很少有这种房子 如果能够保留下来 我们是不需要说去用招商的方式 在里面卖东西吃 我们把它弄成真正的古迹 然后让我们新竹市民 能够当成一个警察的博物馆 知道过去的警察 怎么努力怎么打拼 怎么为我们这个新竹市 在那边打拼 弄一个博物馆 我想对警察同仁 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回忆 对我们市民也是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景点 两位议员分别针对不同议题 进行质询反映民意之外 也有自己第一线的亲自观察 监督市政 也为市民营造更好的新竹市 开播新竹林彦斌 蔡文起采访报道